李老师,我今天写作业时遇到几个问题,需要您帮我解释解释。 好的,你来我办公室吧。 请进。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李老师,这张照片上面写着2011年下,是你十年前的照片吗? 是啊,那是2011年毕业时,我们宿舍的合影,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老师,你看起来几乎没什么变化啊,你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很简单,就是坚持锻炼,健康饮食啊。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说锻炼吧,我总是坚持不下来,你看,我现在越来越胖了。 要锻炼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坚持,停下了就不想开始了。 好吧,从下星期开始,我要每天坚持锻炼半个小时。 这次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同学们,刚才的对话里说到,嘉越看到了一张十年前的照片,是李老师毕业时的照片。 那么,毕业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来看B这个汉字。 B要明白它的含义,需要从这个汉字的形体演变说起。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它的形体演变过程。 甲骨文B,形状像在田野捕捉鸟兽时用的一种长柄网。 后来经过经文,小传,历书,楷书等多次演变, 含义也由捕猎结束,收起工具,引申为完结的意思。 那么B是完结,那页呢? 就是学业,要学习的东西。 两个汉字合在一起的现代含义,就是学完所有的课程, 通过所有的考试,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毕业的意思是graduate, graduate。 看下面这张图片,女孩们在一起拍照, 他们学习法律专业四年了,今天毕业了。 李老师已经毕业十年了,可是嘉月觉得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定有自己的秘诀,那秘诀是什么意思呢? 秘诀是不公开的能有效解决问题的窍门或者办法。 Secreted tips and methods that can affect you solve problems。 学习没有什么秘诀,只有不停的努力。 李老师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呢? 对,坚持,锻炼,健康,饮食。 坚持是什么意思呢? 坚持是insist, stick to。 看下面这个句子,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就是胜利,坚持下去我们就能爬到山顶。 有了秘诀,李老师还告诉嘉月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是一个俗语。 比于对学习,工作没有恒心,经常中断,不能长期坚持。 所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不是一个好习惯。 嘉月坚持不下来。 李老师呢,希望他能坚持下去。 这一个下来,一个下去,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语法。 复合趋向补语的隐身用法。 有些趋向补语,不再表示趋向,而是引申为其他的特殊意义。 比如,下来和下去,都表示由高到低的趋向。 在隐身用法里呢,是完全不同的含义。 看这个句子,我总是坚持不下来。 下来在这里表示,过去做的事情,持续到说话的时间,或者过去某一时刻。 我的脚受伤了,这场比赛跑不下来了。 课程太难了,我没有学下来。 看下面这个下去。 这次,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下去表示正在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持续到将来某一时刻。 例如,不管多难,你也要学下去。 这本书太没意思了,我看不下去。 今天的饭太难吃了,我吃不下去。 那怎么区别,什么时候用下来,什么时候用下去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说过去的一个动作,那就是用下来。 那如果要说这个动作到将来的时刻,那就要用下去。 看下面三个句子。 练习一下。 上次比赛,他因为生病,没有坚持,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结果了,说明比赛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就要用下来。 第二个,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是说将来我不想坚持了,我想休息。 所以是一个将来的事情,我们用下去。 第三个,一定要坚持下去。 要是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也要用下去。 同学们,秘诀已经有了,让我们动起来吧。 加油,坚持就是胜利。 为何? 练习,坚持就是胜利。 如果能够进去,我们开始讲一句话。